你覺得自己沒有這個信心? 簡單直接說 其實我以前經常很想去考控者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得到自己沒有這個信心 這是我的夢想 但是就在於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考控者需要一二十人一起面試 我是害怕得不得知怎樣 但是我又覺得我一定要衝過這個状態 那我不停在身體上和思想上就說 我衝爆錯我衝 但是去到你這樣講的其實又不夠大火 然後很多時候你一二關已經被放了 但是你說上完這個堂之後改善了些甚麼 不是改善了說話技巧 反而是改善了自己的心態 在想其實我不是跟人爭 我不用怕別人去怎樣看我說話不領 我覺得我應該做到出來 讓人感覺到我有些甚麼好處 有些甚麼被人認為我是可以聖誘這份工作的 那我在說話的時候 被人感覺到我那種放鬆和自然 不像是驚驚青青的那樣的時候 反而我可以入到那些範圍 那種很開心 是聖誘我真的已經做到這麼正 因為原來後來才發現我尋求這份工作的原因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那一整件事都做不到 我就要去考考 我就要做到給自己看 因為我好勝 但是很可惜你一到他想做的時候 你就想覺得原來我真的很害怕 你始終都會有個框框框著你的東西 但是上完這個課後 你不再在那個套誓 我所謂一定做到 而是很放鬆和去聊天 反而你那種自然自在 令你入到進口更多 但是當然成正功都會有其他因素 我可能要看考慮或考官的眼緣 但是在我自己的風景 我已經覺得很快會做到 麻將會更快的 把我給這一個 Old PC 慢慢用把我給你 然後再給我一下 每個小時都要做到 你不會讓我買出來